并确定已充分了解本指数投资证券之风险及特色 这个疫情打延长战 所以餐饮界可以讲说是全面紧绷 然后备战的情况 今天餐饮界的一些老板都出来喊话 要全力拼外带 没办法嘛 因为你也不可能在餐厅内内用 那现在只能做外带 不能做外带的这些小商家 或是说路边摊 这种爸爸妈妈店 这种真的是最辛苦了 那这个大集团的大餐饮连锁店 还可以做拼外卖 但是我刚刚讲这些比较弱势的小商家 真的政府要多照顾他们 那现在目前警戒到6月14号 6月14号之后还会再延长也不知道 现在许多县市政府都已经是禁止内用 那根据科技餐饮业的科技业者调查 升三级警戒之后的第一周 跟今年4月平均的营业额相比 全台餐饮业的营业额大降74% 哇这太严重了 所以王品的老板说 这场仗比去年更难打 也陷入更长期的战役 那王品现在目前全台273家的门店 已经是全部都暂停内用 改为外带 而且推出外带满599折100 胡上线的优惠 王品董事长陈振辉也对内部发信 叫员工一定要撑住 去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王品全台将近300家的门市加强防疫 那17个品牌导入数位化 这一波王品的股价也是跌惨了 另外瓦城的董事长也说 这个徐董也说 餐饮业连续两年面临疫情的重大冲击 但今年看起来是更加严峻 这次的冲击严峻 不过他说也不是末日 全力迎战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明天 享食天堂也是大的连锁 有46家门店 享食天堂也向员工喊话 然后第一锅 第一锅因应全国三级警戒延长 现在现有优惠消费满400 送400块的任选食材无上限 一并延长到6月14号 把现在只要同步现有的优惠消费 只要满400块就送400块 这个是第一锅 真的是拼了 因为锅物的东西最难外带了 所以这个很头痛 你想看火锅的东西 火锅东西怎么外带 火锅东西这么烫 这么大锅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认为这种锅物的店最辛苦 你说我就把食材包回去家里煮 一般人不会这样去做 为什么外带我就是要 吃这个煮好了 我还回家煮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锅物的店是最辛苦了 好那当然在投资上面 各位可能就要稍微去思考哪一些产业 你稍微最近可能要稍微 稍微能闪则闪的 对不对 但长期而言经过考验 试炼还能存活的业者 当然就是佼佼者了 好那今天是期权的周结算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权益期货的分析师林志斌 志斌你好 今天台子期很妙 开涨32点 收涨也是32点 对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而且今天盘中就是上下的刷洗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结算刷洗的行情 也因应的最近就是从疫情大爆发之后 大幅度下跌再大幅度上涨 也让大家在这个结算的当下 是稍微的休息一下 再来考虑接下来的行情 应该要往哪边走 那你觉得行情会往哪边走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 就是自从如果我们要讲的话 就是自从我们的机关署 这边提出所谓的校正回归的 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所公布的人数 渐渐的跟指数开始呈现脱钩 就是虽然总和加起来指数 都有大幅度 持续的看起来像在增加 但是整个指数已经不受影响了 因为它校正回归之后 这是呈现下滑的 所以这样下滑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指数渐渐的就拉抬上来了 维持比较相对正向 但是目前刚好来到一个关键的位置 这边就跟穆浩哥稍微讲一下 就是它刚好在最近期 刚好越过了4月14号的低点 它也回到了就是自从在5月11号 这种长黑K连续两根之后的一半以上了 所以这边来讲就回到 涨了1300多点上来了吗 对对对 涨了1300多点就回到比较 大家认为中心的地方 大家认为说因为现在 真的实际上疫情还是相对存在 你说要去立即突破 这个所谓4月29号的高点 它的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 也不太可能说立即的快速的上涨上去 那也从低点涨了1300点上来的 你说指数要持续的推升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资金的量年 一定要回到电子族群 不能够再由就是杨领跟长龙 这种所谓的望海这种黄英类股 再做主要的领导 你这样讲有望海长龙 杨明人可能会觉得不服气 因为台湾毕竟来讲 大多数的权重都还是落在电子族群 你说指数要拉过高 电子不动你怎么过高 杨明长龙再怎么拉 他能拉动指数的条件不大就对了 对不大 因为基本上他们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涨 他们有可能还有机会再继续向上攻击 但是他对指数的影响成分来讲 毕竟是比较薄弱的 指数影响最大是台积电 但台积电拉得动吗 台积电目前看起来是很难去做一个拉动 所以指数就在这边做一个休息 你看外资最近的整个筹码 也都大幅度的缩减下来 都变成买卖超也缩小成十几亿的状况 甚至连筹码台子旗的布局 如果你把它算多空的除的差异的话 其他变化幅度都不大 每天都一点点一点点在做调整 那这样调整的状况之下 就会让整个指数更显得更加的一个盘整 接下来我认为盘局大致上就会落在 这个4月14号的这附近可能上下的200点 这边做震荡而已 那震荡的幅度也都不会太大 因为逐渐的一个缩小 要等到整个疫情所明确的 就是说已经获得控制 也许在两个礼拜过后 确实没有大量的疫情在出来的时候 指数才具备整个持续向上拉的一个条件 要不然大家等待的心理可能会比较沉重的 这一波弹上来会是B波反弹吗 还有一个C波的下沙吗 你觉得呢 会不会是一个ABC波的走势呢 还是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去看待它呢 我觉得倒不需要这样去看待它 因为这一波的反弹 刚好是在前一波的大幅度下沙 把整个市场上的恐慌群序都拉升上来 但是这个拉升上来的时候 也顺便把所有原本布局的人 全部都断头的一干二净了 所以断头一干二净相对的筹码 就会变得比较相对的清楚一点 那筹码清楚的时候 它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做第二波的一个下沙 让这个市场上恐慌群序再度拉升 而且其实政府目前所做的作为 大部分就是在避免它跟指数再去做相对应的连结 因为指数的如果相对应在做连结的话 它会变得更加不恐控 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已经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时候 如果你连金融市场都给它相对在混乱的话 那市场上的人心会比较难以去做一个控制 所以它可能会让它比较盘整 这个我绝对同意 就是说股票市场绝对不能崩 对 股票崩的话 以现在目前的疫情 各种情况 那它会变得更麻烦 就是说以执政者来讲 它绝对在这边要稳定金融市场 对 就是说涨不涨是一回事 你说会不会持续在往上涨是一回事 至少我要让这个盘不要大跌 对对对对 它一定不会让它大跌的 一定要稳住它 因为你如果股市这边大跌的话 后面的问题会更多 而且这就不难讲 为什么在金管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 极限进入市局 我金融金融金融还也全部不停 这事情就是一个很稳定的 美国疫情那么严重也没修饰 对其实都没有去呈现修饰的状况 因为就避免就是因为你的说市局要修饰 如果假设这个状况 我们假设这个状况 如果真的市局来了 你金融市场把它停掉 那其实市场上会产生一个很极大的恐慌情绪 也许你市局一解除 金融市场在开 那是会呈现无量跌停 这都跌得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未知的状况是大家最恐惧的 如果你本身来讲已经就放任他市场去相对的市局 即便回跌了两三天 他可能也都在大家承受的范围当中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为了稳定金融所做的 所以既然已经拉升上来了 所以行情我认为接下来就会比较处于盘整的状态 但是盘整的状态其实 我认为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可以去关注到一些个股的题材 不用把它一直焦点累积在指数的身上 你如果不做齐全的话 当然以个股为重 对对对 因为齐全接下来的空间真的不大 那你这波反弹上来 如果叫你去追强势股 其实你又害怕 那个阳明常常这些海运类股 你本身来讲 除非你本身就此业要不然去追 你其实是相对担心 我认为可以去锁定下一波的题材 什么东西呢 有可能类似像电动车的一个族群 因为电动车族群 比如说像红海红准或者广宝科这些 基本上像是这些比较 就是做一些像电动车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那这些刚好这些股票 如果你去扫描一遍的话 它的技术现行其实反弹的幅度 并没有像航海 这样航运这样大幅度的上升 已经回到相对高点 它只在刚开始做一个反弹的格局 那这个反弹是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时候就率先去做一个布局 我认为都是比较合适 你比较不会相对 红海落落的 红海目前相对来讲比较弱 但是如果以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假设 它相对要控制全职骨 不让它去进行大跌的状况的话 你说红海要去呈现比较大幅度的跌 是我认为也不是会比较难的 反而它是一个比较好回档承接的一个点 对这个部分 风低 风低承接的一个概念 大涨的话现在它也缺乏一些题材就对了 对对对它是要比较属于长线布局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说像最近的涉及是一些 比较属于风狗型的一些股票 它反而不像是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清楚哪些是像风狗 说清楚 没有就是每天都常常出现涨停或跌停的这些 我就不特别的去做一个相对的主意 风狗都出来了 最近蛮多的股票都是会涨停别停 这样常常在出现的啊 而且甚至两三天都出现这样的投资 这种不叫风狗叫做 这种当冲才好玩呢 对不对 当然啊 如果你对当冲族群当然是相对的有益 但是如果本身来讲 我不是一个当冲 爱好当冲的 就看你是怎么样的投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尤其是像这种风低风拉回的时候 尤其是电动车又是可能接下来十年 二十年的政策性的一个体态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电动车了 电动车是一个long turn的东西 长期的这个题材我们可以关注 非常谢谢林志斌分析师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买基金存退休金全民一起拼乐退 专为退休发行的群艺全民退休 组合散型基金 积极稳健保守三种 这样子入不了机 OK了 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段老师在丰富频道所主讲的 理财小百科基金篇 今天晚上七点 我们刚刚等会儿这个节目之后 要跟大家聊定期的投资方式 告诉大家定额定值定量差别是什么 就是定期投资啊 我们常讲说 每个月固定一笔钱去做投资 这个固定的日期 这叫定期投资 但是呢他其中还有很多的Peple 定额定值定量 他的差别是什么 我记得段老师在我们的节目 曾经讲过一次 但这一次理财的小百科会讲得更清楚 所以请大家到YouTube搜寻公布 观看段老师的影片 我们可以在居家的时候 可以充实一下我们的理财投资的知识 为什么那个颜色看起来乖乖的 因为反光 有一段 你不说话了哦 我在想 我到底在想什么 好 那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 一品减少三到九成的添加物 让全家荣获2021眼见杂志 CSR企业社会责任奖 全家与您共享获奖荣耀 快上全家APP 参加CleanLabel幸运轮盘活动 筹万元购物金 一起添加不论来 健康不超载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新闻出来了 这个拜登在六月 非常有可能会在瑞士日内 跟这个普京见面 这两个人美二的领袖 要举行高峰会了 那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 拜登上任以来 现在目前跟全世界领导人见面 只有两位 这两位都是在亚洲的领导人 一个是日本首相菅义伟 另外就是最近 在5月20号访问华府 在白宫跟拜登举行高峰会谈的文在寅 也就是一个日本的首相 一个韩国的总统 这两个是拜登上任以来 会晤这个为二的领导人 那拜登会会晤 这个菅义伟跟文在寅 很明显的呢 就是要围堵中国 所以美国的政策 从川普到拜登 不管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他的方向跟政策性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现在美国心中的头号大敌 已经不是俄罗斯了 而是中国了 就是中国是美国心中 最主要的假想敌 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一上任 就是跟这个菅义伟跟文在寅 这个会面 而且呢 两这个美国跟日韩两国啊 他们所共同发表出来的 这个声明啊 都提到了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跟安全 这个是很罕见的哦 就过去从来几乎没有见过的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 都把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跟稳定 放在美国跟日本 还有美国跟韩国的共同声明上面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要形成一种就是 所谓第一岛链 去围堵中国的这样的意味了 问题是台湾除了获得这一句口头上的支持之外 那实质上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倒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实际上面 因为最近包括科匹啦 很多人都讲说 那美国为什么都不给我们疫苗呢 美国给拉丁美洲几千万剂的疫苗 为什么呢 他就不给我们疫苗呢 把我们台湾当成是盟友 然后晶片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但是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莫德纳疫苗 我们拿不到这个 美国其他的疫苗厂的疫苗 这个科匹有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质疑其实呢 可能不单是科匹 也是很多台湾人的质疑 到底美国心中在想什么 那么可以看到 美国这一次 拜登跟文在寅的会面 其实韩国收获很多了 因为韩国除了这个就地缘政治问题 跟美国进行諮商之外 协商之外 另外最主要韩国要的是 这个亚洲疫苗的代工地位 那大家知道说韩国 其实他下面有一家很大的生物质疑公司 就是三星生物质疑 三星生物质疑在韩国股市里面 他的市值是排前五名的 是一个大的大型全资股 是很大的一档股票 那三星生物质疑在这一次 美国跟韩国在华府举行的高峰会之后 他拿到了这个莫德纳的代工订单 拿到莫德纳代工合作的协议 包括谅解备忘录等等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高峰会上面 另外他们还举行了一场 这个所谓的疫苗高峰会 那这个疫苗高峰会 由韩国跟美国的双边的厂商 共同参与 在美国跟韩国相关政府部门的 这个共同参与之下 总共签了四个协议跟谅解备忘录 其中一个就包括 就我们刚刚讲莫德纳的这个代工的 合约是给了三星生物质疑 那另外美国还有一个疫苗大厂 药厂叫诺瓦瓦克斯 他的这个疫苗的代工跟研发 是跟SK的生命科学合作 就是说SK旗下的生命科学 这家公司合作 所以韩国现在拿到的代工 疫苗代工 已经有四款了 一款是俄罗斯的卫星V 另外一个是诺瓦瓦克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AZ 还有一个就是最新拿到的莫德纳 所以文在寅这次笑得很开心 因为他讲说 他的目的就是要结合美国的创新技术 加上韩国的代工能力 打造韩国成为是亚洲的疫苗 胜获全世界疫苗的代工的枢纽 那当然美国会要求韩国付筹期款 我给你疫苗 我也相对要你投期款 就是要求这个三星到美国去投资晶圆厂 所以三星也承诺投170亿美金 到美国去设晶圆厂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发表说 未来美国要再多建7到10座这个晶圆厂 那这7到10座晶圆厂其实可以算得出来 两座是Intel要投资的 我记得应该是200亿美金 要设的晶圆厂还是300亿美金 Intel承诺要建两座这个晶圆厂 另外先前台积电一座 现在已经开始在动工了 2024年要投产在亚利桑那州 现在传出来台积电不是只有设一座 设六座 也就是说呢 从原来的一座变成六座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 六座加Intel两座不就八座了吗 那八座再加上三星的 不就刚好是十座了吗 九到十座了吗 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就讲说 七到十座的晶圆厂 所以一算就是三家公司吗 那韩国拿到了疫苗代工订单 然后付出了这个三星要到 美国去设厂的投期款 那么台湾呢 台积电不是要去设厂吗 那台湾拿到了什么呢 那台积电如果是 去亚利桑那州设六座晶圆厂的话 等于说月产会达到十万片 因为他现在目前一座晶圆厂的月产 是两万片 那投资总额会上造台币 因为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金额 至少两千亿台币 所以六座呢是上造台币 投了这么大的金额 然后月产十万片的晶片 这么大的规模 十万片晶片的规模有多少呢 十万片晶片大概他的规模 是台积电现在五奈米 这个月产量的情况 台积电现在五奈米 就是大概他月产十万片左右 那台积电 一个月的产量呢 大概差不多有一百多万片 所以说呢 等于说把五奈米的这个产量 搬到美国去了 而且呢还据说 这个六座晶圆厂呢 不是只有五奈米 还有三奈米的 最先进的晶圆技术呢 全部拿去到美国去 那我们口口口声声说的细顿 未来还会存在吗 因为美国摆明了就是说最重要的 最先进的这个制程的晶片呢 都要在美国就地生产了嘛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三星也去了 台积电也去了 然后Intel自己在那边设厂了 那各位就想看美国的这个算盘 打的是多么的金啊 那当然韩国就会叫美国给对案啊 韩国的对案就是说 你要给我们减税啊 同时呢 你要基础设施要帮我们做好啊 这个三星去 要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啊 那韩国的这个当场 向美国要求这些对案 好像美国的商务部长要求这个对案 那我就想去问呢 那我们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 去投资有拿到这些 相对韩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对案吗 有没有要求减税呢 有没有要求基础建设呢 有没有要求贷款的补助呢 有没有让台积电下去投资呢 降低成本呢 那这个就打个问号啦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看起来新闻媒体报道是 没有写到这一些啊 所以说这样一比较起来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你不觉得吗 在美国心中 韩国似乎比我们大了耶 韩国是踩在我们头上耶 这一次美国 总统拜登跟文在寅之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 是从疫苗合作到半导体合作到电动车电池合作 各位去看 他合作项目很多耶 甚至还包括电动车电池 我们刚才谈到电动车是未来大商机 那韩国极力在打造电动车这个产业 电动车电池是韩国极力在发展的产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动车最重要的这个技术 其中之一就是电动车电池嘛 那如果美国他今天把整个合作的对象 在这么重要 未来长期的疫苗 是一个未来全世界最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 电动车也是一个最重要产业发展方向 然后半导体更不要讲了 这个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发展方向 全部跟韩国合作的话 那台湾呢 这是我的疑问啊 那台湾呢 口口声声说台湾是盟友 那台湾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质疑也不是空穴来风嘛 也不是像柯P的质疑也不是无地放始嘛 我觉得他的质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台湾呢 在跟美国bargain的同时啊 在美国deal跟交易的同时啊 我们有什么一个交易的对岸 我们有什么的交易的策略 跟美国谈的技巧啊 或是说你来我往啊 这种谈判的策略方向是什么 看起来韩国是比我们有策略有方向哦 感觉起来是这样子哦 我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是如何哦 我个人看是这样子哦 至少这一次美韩高峰会上面 美国有拿到他要拿的东西 韩国也拿到他要拿的东西了嘛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 我看到美国跟韩国这样的高峰会谈 我就会想到台湾跟韩国是处在绝对竞争的地位上面嘛 未来这些重大产业发展方向 台韩是一个绝对在国际这个领域上面的较量啊 重点的比拼的对象啊 结果美国现在压保韩国 国三生 还没关 我不要大家看法如何啦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看到美国跟韩国这么麻吉啊 我是真的觉得台湾真的要 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长期的关系啊 到底应该跟美国怎么样 第二 跟美国的关系绝对是不能打坏 但重点是怎么样跟美国的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啊 跟这个你来我往啊 是有很多的技巧 还有很多的 你来我往 带口罩讲话 很喘 好啦 大家保重拜拜 谢谢 请正月与机关署提供